在臺灣 更會標會是早年鄉底親朋好友之間 互同有無的儲蓄和貸款管道 而在非洲的肯亞 類似這樣的table banking 也正在農村婦女間興起 他們突破正規管道貸款不易的困境 得到了第一桶金 發展事業 還改善生活 肯亞西部邦哥馬鎮的十七人婦女互助會 正在舉行每個月一次的會議 討論成員的儲蓄跟貸款需求 他們受惠於社區微型金融計畫table banking 各自把手上不多的錢拿來儲蓄 極少成多的錢可以低利率借給需要的成員應急或者創業 也做小額投資 只本帳單手寫著進出記錄 大家本著誠信 互同有無 付諸會成員卡洛林 2016年順利在這裡借到100美元 約合台幣3000塊 創業開了裁縫店 這些年來不但還清貸款 生意也逐漸成長 付諸會的姐妹們也投資農場種辣椒 每兩個月就有一筆收成進帳 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通常不會貸款給沒有擔保品的對象 特別是農村窮人 肯亞的快樂婦女非政府組織 長期在全國推動各種消除貧窮的 計畫2014年開始推廣的table banking 就是其中一個項目 在他們的資金補助下 全國已經有超過170個像這樣的團體 幫助小資婦女突破困境 得到創業第一統計 有反對者說這種機制會讓人長期靠借錢度日 銀吃卯糧 但快樂婦女組織同時也舉辦課程 教導成員有效率理財 記者石惠仲報導